我苗中的大哥脚底下的一个缸 但是它挡住我了 我也拿不出来 我们现在远远瞄眼 这个缸尺寸很大 大号的 带盖子上来画人物画片 我们拿起来看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毛病 一块没有 出看一眼 东西开门 有点小毛病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一套 2万6万 应该是一套的 这人太多了 多少钱多少钱 有点危险 14块钱 我们看一下看一下 这个大概多少钱啊老板 5千 要这么贵啊 那么万钱 这也不是大号子 这么小号子 1500吧行吧 这个盖上还有好多颗 1200 3500都不卖吗 海洋的颗 3500 海量 海量 不论是海量 反正给你们看看吧 东西还可以 反正在 我估计在今天这个地摊里面 算比较好的一件货了 晚清的 同志本巢的 就是同志本巢的 同志本巢的一个缸 便宜一点吧 老板要这么贵啊 因为对我来说 这种东西 还是比较普通的一点的东西 又不是高路份的东西 高路份的东西 我给它贵一点 高一点价钱 这东西不过完整还行 但是它这有点小调皮 有点小调皮 高了搞不了 4800 搞不了搞不了 这个价格不行的 你们实实在在搞一下 2500 2500就差不多了 就这种东西 老板当宝贝就没有办法 老板的认知 跟我们的认知有差异 就没办法了 就是我们当个一般的物件出价 然后他当个宝贝就没办法 这东西不过还好 我这个反正但是价格 价格有点高 三千可为可以降价 因为在价格贯三千 所以说我不是这个路份 我不能办 我记得以前这种大号子 很细路的 我才卖给你们两千多 我基本上精品 我都不耽搁东西卖 就越大的 玩得越好的 买 玩家 他对东西其实看得很轻的 好东西他可能会靠高看影 但是一般的东西 说白的这种地摊的东西 根本无所谓的 所以每个器物为什么价格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对他认知不一样 像这种地摊的摊主 他可能平时也收不到几件好东西 看不到几件好东西 他都很当宝贝的 他手上放了十年 就这么个东西 他能误十年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复杂 这东西 没有必要去误十年 虽然也算是个小精品 但是也没必要这么去看东西 所以就是每个人对他认知 下位都是理解不一样的 有能看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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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办了 不管你打架的 你打架的 你们十年了对我学了 十年不容易 我在这里 现在是越来越难买到东西 如果说房交会 开门会 我现在还能买到一点 像这种地摊 实在是来玩玩算了 就是随便玩玩吧 只有广望 一样 王辽 怎么会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